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環球看點 今天是美東時間4月10號星期三 這期新聞的主要內容有 美國空軍部長親自測試F-16智能戰機 蘇利文表示將確保臺灣有事不會發生 中國漁船闖入韓國海域非法捕撈 尹熙悅下令堅決應對 以色列軍艦部署新型鐵窮系統 成功攔截敵方的無人機 美國把繳獲的伊朗武器彈藥轉交給烏克蘭 近年來被美國遣返的中國公民人數高達300人 中共只能表達強烈不滿 在節目開始之前 還是先拜託您點贊訂閱我們的頻道 打開小鈴鐺 這樣就不會錯過美期的最新消息 來看詳細內容 美國空軍將迎來最新的生離軍 就是由一千多架自主操作的無人機組成的機隊 而美國空軍部長肯德爾宣布將親自出馬 搭乘人工智能自動駕駛F-16戰鬥機 體驗協助戰鬥機機隊計畫的這個新的技術 專家表示協助戰鬥機機隊計畫 是美國空軍阻止向中共這樣的重要對手野心的核心計畫 能夠迅速地增強在爭議地區的感測器與武器部署 增強載人隱形飛機的有效性和生存能力 美國空軍在佛羅里達州空軍基地改裝了6架F-16戰鬥機 用來測試自動駕駛技術和軟體 首批的三架戰鬥機已經在這個月的1日抵達定點 肯德爾在9日的聽證會上告訴參議院軍事委員會的成員 屆時會有一名飛行員和他一起 希望到時候兩人都不需要出手駕駛飛機 據報導 這個項目是把無人駕駛、自主無人機 和有人駕駛戰鬥機配對 未來預計將擁有1000到2000架這種無人機 美國空軍一直對無人機機隊的規模守口如瓶 包括這種戰機是全尺寸戰機還是更小的戰機 空軍部長肯德爾表示 是非改裝之後的F-16戰鬥機 讓他可以觀察未來機隊背後的技術 美國之音報導說 無人機戰爭已經迅速從戰鬥邊緣擴展為主要武器之一 在烏克蘭和中東戰場 無人載具是交戰雙方的日常威脅 美國空軍這個機隊的設計是專門針對未來的戰爭 尤其是可能與中共爆發的衝突 中共正在實現反介入能力的現代化 以更先進複雜的防空系統使載人機組人員靠近時風險加大 而無人機飛機可以增強空軍突破這些防禦的能力 並有望在未來的各種任務當中提供支持 像是監視或干擾行動 中共軍方也一直利用無人機在台海挑釁 許多軍事專家直言 面對未來可能的台海戰爭 無人機成為了台灣採取不對稱作戰、自我防衛 對抗中共入侵的重要選項之一 最近在美日領導人會晤前夕 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8日在接受日本媒體NHK的專訪時表示 美國和日本同盟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同時美方要確保台灣有事的情況絕對不會發生 當日本媒體問到台灣發生意外事件的可能性有多大時 蘇利文強調說 我們的方針與總統過去的兩黨方針是一致的 核心是確保這種意外情況永遠不會發生 蘇利文重申 中共採取的行動和施壓單方面的改變了現狀 美國和日本在印太地區的目標是一致的 盡一切努力維護和平與穩定 根據《台灣關係法》繼續為台灣提供自衛手段的態度 完全沒有改變 在日前 有香港的媒體公布了中共自己生產的 殲35隱形戰機的各項性能 號稱能夠全面碾壓美國的F-35戰鬥機 然而因為公布的參數太亮眼 被外界質疑它的真實性 據印度的防務研究網站分享的殲35是非的影片當中 殲35飛機飛行時 機尾處時不時就會冒出濃濃的黑煙 即使是在高空飛行時也能夠清楚地看見 印度媒體表示 殲35使用的是仿製俄羅斯的RD-93引擎 但仿製的技術能力不足 造出來的引擎品質不佳 因為燃料燃燒不充分 進而產生了那些黑煙 直接毀掉了中共媒體長期誇耀的殲35的隱身性能 防務研究指出 第五代戰機的最大關鍵的性能就是隱身性 需要盡可能的減少雷達反射的面積 除了需要進行特殊的隱形設計之外 也需要噴塗昂貴的隱身塗料 但是如果引擎的性能不合格 噴出明顯的濃煙 很容易就會被破壞掉苦心設計的隱形能力 對中共的潛在的對手而言 就等於是不需要花費任何的精力 就能鎖定殲35的行動蹤跡 從而取得空中優勢 現在正是補懈的旺季 每到這個季節 就會有大量的中國漁船 闖入韓國的專屬經濟海域非法捕撈 韓國總統尹錫悅在9日 親自登上了海警艦視察 而且要求韓國海警 把國民利益和安全放在首位 堅決應對中國漁船的非法捕撈行徑 據韓聯社的報導 韓國海警正在展開補懈旺季 非法捕撈中國漁船嚴打行動 尹錫悅在當天登上了韓國海洋警察廳 西海舞蹈特別警備團的3005巡邏艦 聽取了海警在韓國專屬經濟區海域 以及北方界線以南海域的 非法捕撈嚴打行動的情況匯報 還視察了嚴打行動的現場 尹錫悅指出 中國漁船非法捕撈的問題 應該從維護韓國國家漁業資源的角度來應對 他還強調說 就連與中共有著軍事同盟關係的朝鮮 也強力地應對中國漁船非法捕撈的行為 而韓國考慮到對中關係的原因 做得還不夠到位 報導提到 尹錫悅還與延平島海域打擊非法捕撈的 韓國海警518艦船的艦長 進行了視訊通話 檢查打擊整治工作 長期以來 中國漁船闖入他國 非法捕撈的行徑可以說是惡名昭彰 韓國也是最大的受害國之一 而且近年來是日益猖獗 不但是進入韓國領海 還經常以集體行動暴力抵抗執法 讓韓國海警執法的風險提高 使韓國不得不連連地強化海警人力與裝備來應對 而美國海岸防衛隊近期也與幾個太平洋島國的警察合作 登上中國的漁船進行檢查 而且遭到了中共外交官指控不合法 但是美國的海岸防衛隊反駁說 他們是在各國政府的要求下展開聯合巡邏的 保護他們的沿海漁業 太平洋島國萬納渡的警方 在3月份搭乘美國海岸防衛隊的船艦 首次在萬納渡經濟水域進行巡防時 登上了6艘中國漁船視察 而且也發現了有違反萬納渡漁業法的警備 古里巴斯的警方在2月份 也曾搭乘美國海岸防衛隊的船艦 進行10年來的首次聯合巡防行動 而且也曾登上了2艘中國漁船檢查 以色列軍方除了對伊朗和哈馬斯毫不妥協之外 以色列軍艦部署的新型艦用版 鐵穹導彈防禦系統也在戰場上立下了戰功 擊落了敵方的無人機 這也是這個新的系統有史以來的首次作戰攔截 以色列軍方宣布 最新加入服役的艦用版鐵穹反導彈系統 成功攔截了從紅海方向發來的無人機 成功完成了這個系統的首次實戰任務 以色列在海軍薩爾6型護衛艦上 部署了著名的鐵穹防空系統的海軍版本 用於艦隊防空和保護以色列領空 以軍在9日發布消息顯示 艦用版鐵穹反導彈系統成功攔截 並擊落了一架闖入南部城市 埃拉特附近空域的無人機 完成了部署之後的首次成功攔截任務 以軍在X平台上分享了防禦系統成功攔截目標的視頻 同時表示 包括薩爾6型護衛艦在內的以色列國防軍導彈艦 已經被部署在紅海 還稱讚了軍隊應對地區威脅的防禦和進攻能力增強 以色列國防軍表示 摧毀的是伊朗政府支持的一個組織所發出的一架無人機 這個系統的製造商 拉斐爾先進防禦系統公司稱讚說 這一成就是展示艦用版鐵穹反導彈系統 作戰能力的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拉斐爾公司還表示 艦用版鐵穹反導彈系統 可以同時防禦來自多個方向的攻擊 而且可以使用與鐵穹系統相同的攔截導彈塔米爾 拉斐爾公司表示 艦用版鐵穹反導彈系統具有極高的殺傷率 但是還不清楚它的實際精確度如何 據報導 鐵穹的成功率大約為90% 美國中央司令部在9日宣布 美國已經從也門胡塞武裝的手中 繳獲了一批伊朗彈藥運往烏克蘭 幫助烏克蘭對抗俄羅斯的入侵 在9日 美國中央司令部在X平臺上發布的聲明中表示 4月4日 美國政府向烏克蘭武裝部隊 移交了5000多支的AK-47自動步槍 狙擊步槍 機槍 火箭筒 還有50多萬發的7.62毫米的子彈 這些武器足夠武裝一個旅 聲明中表示 美國政府在2023年12月1日 獲得了這些彈藥的所有權 是通過美國司法部 宣布對這些來自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的武器 實施民事沒收而獲得的 這些彈藥最初是美國中央司令部和盟國的海軍 從四艘不同的五國級過境船隻上查獲的 時間是在2021年5月22日到2023年2月15日期間 被查獲時這些彈藥正在從伊斯蘭革命衛隊的手中 轉運給也門胡塞武裝 這違反了聯合國安理會的第2216日決議 聲明中還表示 伊朗對武裝組織的支持 威脅著國際和地區的安全 美國中央司令部努力和盟友與夥伴合作 通過包括美國與聯合國的制裁在內的一切合法手段 進行攔截行動 打擊伊朗的致命援助在這個地區的流動 烏克蘭在與俄羅斯的戰爭當中 一直面臨著武器彈藥短缺的問題 而在美國國會批准更多的援助資金之前 美國也無法從自己的庫存當中 拿出更多的裝備運送給烏克蘭 預計美國上週宣布提供給烏克蘭的這批武器 將會暫時緩解烏克蘭軍隊在戰場上的燃眉之急 根據中共駐美國大使館8日的消息 據中共當局的不完全統計 2021年7月至今 遭到美方盤查遣返的中國公民有近300人 當中持有合法居留證的留學生超過70人 自2023年11月以來 在華盛頓杜勒斯機場就發生了10起中國留學人員 在入境時遭盤查並被註銷簽證遣返事件 在2023年12月一名中國來美國的訪問學者 在杜勒斯國際機場入境時 美國邊境執法人員在小黑屋裡 對他進行了三輪長達10個小時的盤查 詢問他是否是中共黨員等問題 還檢查了他的手機 電腦等隨身的電子設備 最後他還是被註銷了簽證 而且被永久禁止入境美國 在2024年2月另一名來美國的訪問學者 在舊金山的國際機場入境時被扣押了22個小時 4名執法人員在小黑屋裡採用車輪站 連續對他盤問了12個小時 包括他的政治背景 研究領域 來美國的目的 資助方式等問題 最後他也是被註銷簽證遣返回國 並禁止5年內入境美國 在2020年5月份 時任總統川普發布了PP-10043總統行政令 禁止與中共軍方有關的持F學生簽證 和J訪問學者簽證的中國留學生和學者入境美國 行政令賦予海關和邊境保護局權利 可以拒絕中國研究生和博士後學者入境 而拜登政府在執政之後 也延續了這項行政令 一般是美國國務院發放允許外國人 前往美國的簽證 而海關和邊境保護局的工作人員 則可以決定誰在抵達美國時將被允許入境 中共對美國政府的做法非常惱火 但又無可奈何 只能是表示中方強烈不滿 堅決反對 中共駐美國使館的發言人指責說 美方的做法是所謂的 遠遠超出正常執法範圍 帶有強烈的意識形態偏見 但有人認為 用正常的思維想一下就知道 如果在搜查之後沒有找到任何的證據 又怎麼會無故遣返呢 所以中共明知道無力反駁 就只能是在那裡表達強烈不滿 堅決反對了 這期的環球看點就到這裡了 歡迎就今天的新聞話題 在視頻的下方留言 和我們分享您的觀點 請別忘記幫助我們點讚、訂閱和轉發 感謝您的支持與收看 下次節目再見 我們再見 待阿 一次 再接位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